火车高声响起长命第五秒钟 4月8号是台铁太鲁隔号事故 罹难者投契的日子 在事故时间上午9点28分 全台湾各地行进的火车 都同步命第五秒钟 哀悼所有罹难者 也向殉职的司机人员 任春修 江沛峰至上最高敬意 两人在生命最后一刻 尽力挽救全车乘客 火车驾驶工会黄龙华表示 两位司机员同仁殉职 是所有线上同仁心中的痛和怕 台铁员工不怕改革 只希望唤醒大众和政府 能用赤诚的心 对台铁成恶已久的问题 你真的改革 是要好好地为台铁 永续的未来 为好好的台铁员工 他们能有一个 更有保障的工作环境 这我们不会去拒绝 真的我们是要来 好好来改革台铁 让我们台铁能提供 更好的运出环境 来供给社会大众 有其他司机员表示 自从事故发生 台铁员工的士气都很低迷沉重 希望透过鸣笛 给司机员 罹难者一种尊重和安慰 而同时这项鸣笛 也是要给救难人员 协助修复路况的人员 最大的敬意 交通部台铁管理局 也在社群平台贴文发表影片 感谢两位司机员的勇敢 保护乘客到最后一刻 希望将他们的精神 延续在铁道上 许多台铁员工 也在脸书上留言 一路好走 任务结束了 也有铁道迷留言说 会系上黄丝带上班 非常不舍 心很痛 希望台铁能真正改革 不要再有人命牺牲 加油 新唐雅台电视 黄亮姐姚汉宇 整理报道 黄亮姐姚汉宇